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今天就是聖誕節昨天是平安夜 那在現如今的中國可謂是兩樣琴 像是在上海廣州這種外國人比較多的所謂的國際大都市 那聖誕節的氣氛還算濃厚 那我看了BBC對上海市民的採訪跟拍攝 那上海也是有大量裝飾的聖誕市集 也有很多人穿著聖誕裝在逛街 先帶大家來感受一下上海的聖誕氣氛吧 對吧我們看了這就是上海氣氛還不錯吧 雖然上海過節的這個場面跟這個氣氛似乎沒有我們台灣濃厚嘛 對不對我們台灣昨天這個高雄跟新北夜誕城 這個就不用我說了 尤其是新北這個地方非常的可怕哈板橋這裡哈 但在聖上治理的中國來說 這樣已經算還不錯啦 我們畫面一轉到中國的一些比較內陸的城市啊 或是比較北方一些的城市啊一些農村啊 就是一味的抵制啦 我們可以看到這張圖 河南某間的天主教堂門口到處都是公安打江山部隊在把守對吧 連河北保定啊也出現大量的這種半抵制的狀態 我們來看一下這段影片吧 12月24號下午晚上五點萬所有的門裡包括什麼保百大樓全部關閉 全部關門全部關門亮燈的也只是外面燈箱廣告牌亮著都關了 坐標河北保定一滑路所有的門裡都關了路上只有行人 只有行人遇到車也沒有我是在步行 所有機動車輛進去通行 整個一滑路所有車輛私家車只許出不許進只有公交車可以通行 OK看完這個影片 河北保定這裡有一間天主教堂 那位於這個老城區的商業中心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網友投稿他說什麼呢 他大概的意思是指出他小時候90年代 就開始在平安夜有交通管制的措施 那小時候啊 下午五點開始禁止一些機車啊汽車進入 但路上啊逛街的人會越來越多 那各種攤販也會出來擺攤啊 像吃吃喝喝的 包括一些賣聖誕小屋的攤販也會出來對吧 但近年啊只要到了聖誕節期間啊 公安那是300米一崗500米一兆 很多店都被要求關門 而保定啊在二戰中飽受戰火 當年的這個教堂啊 保護了很多中國人 庇護了很多中國人 甚至保定醫院 也是這間教堂協助下修建的 我們可以看到另外一個投稿當中也說什麼呢 要求店家關門的理由是交通管制 這就非常搞笑對吧 你交通管制可以啊 那你行人會出來逛街吧 你行人出來逛街來我這家店買東西 一算合情合理吧 你想抵制聖誕節 但你又沒有法言依據去抵制的時候 就搞這種小動作 我們看這張圖上面說什麼 河北河間市的教堂也有大量的公安保守 還有便衣的公安在教堂內巡邏 不許喊口號也不許有大動作 下面一張圖也指出啊 福建跟張家口教堂啊 天津西開教堂啊 也被所謂的交通管制佔了一大堆的公安 雖然還是允許人進入的 所以這也是莫名其妙對吧 我19年的聖誕節在布拉格度過的 人家歐洲的聖誕節中心的也沒有給你這樣搞對吧 你也要知道大概在12月初 歐洲各地都一堆的聖誕士籍 然後尤其是將近聖誕節那一週 哇各種的教堂都有各種的活動啊 唱聖歌的也好 音樂表演的也好對不對 我從來沒見一堆這個歐洲的警察在那邊門口 或是在路口堵著 我沒有看過耶 那更何況你中國這樣搞 其實這個很容易理解嘛 你們自己上網找一下 都可以找到中國的各大宗教裡面 都有什麼黨支部啊 那比較誇張還要邊念佛邊唱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甚至連這種基督教天主教 唱聖歌也會出現讚揚中共的畫面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嘛 什麼慶祝黨什麼建立什麼啊 表演那個中治舞是不是 更多的圖片跟影片我懶得再放出來了 前幾年我都已經講過也放過了對吧 那理解一下 在中國所有的組織包括宗教團體 都是必須要有黨支部的 那就是為了確保大家的思想是跟著黨走的 而大型團體活動 常常聚會尤其是這種宗教活動 如果沒有黨的控制 如果在經濟不好的年代 那很多人可能聚在一起就會聊政治 我們今天這個聖誕聚在一起 我們感謝主啊 賜於我們這些食物 感謝主讓我們相識 讓我們在這個感恩的一年中怎麼樣 今年過得真的很不好 今年過得很苦 你也過得很苦為什麼 媽的我那個訂單的那個外資都撤走了 啊我也是耶 我還被迫財源 我還欠了好多錢耶 那都斷供爛尾囉 欸你也買到爛尾囉 對啊我也買到爛尾囉 我跟你講 遍地開花 所以為什麼要打支部在管理宗教 就是這個原因嘛 所以為了避免這種新興之火 可以療元的事發生 最好就是根源打擊 讓這些人在聚集中的階段就給扼殺了 不然為什麼教堂裡面還有那個便衣公安 就是是不是便衣很好認嘛對不對 你看他怎麼怪怪的 看他在我這幹嘛 很好認 啊那個便衣公安在裡面 欸你們聊這個 欸出事 登記回去找你麻煩 當然也不會在大眾就直接給你抓走 對吧 所以少在那邊交通管制的問題 來說是 你是擔心中國人的安全嗎 你過春節會這樣搞嘛 讓店家都休息 公安站這個站滿街頭 你不敢嘛 所以問題就是宗教容易聚集人潮 也很容易因為這個宗教的信仰 去團結 因為宗教信仰是勸人向善 那中共是勸人向善嗎 這種狀況反映到中共身上就不好了嘛 而春節也不會搞什麼團體活動在房間 對不對 那加上又是自己國家的這個傳統文化習俗 很好去洗腦啊 所以其實很關鍵的一點 只要外國人多的地方啊 中共還是不太敢給你亂來的 雖然外資外商也是測了蠻多的 但是上海跟廣中 畢竟在中國還是外國人的比例 偏高的地方 所以沒有出現這種亂七八糟 不知所措的一刀切的政策 我們也可以看到廣州也是一堆聖誕老人 在商場裡面逛街 對吧 這個也是有點聖誕氣氛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中國一些比較多外國人的城市 跟沒有什麼外國人的城市 跟一些比較北方的城市 會比較紅 會比較不知道在幹嘛 跟這個普世價值有點脫節 要知道 聖上上台之前啊 那個時候的中國各地的聖誕氣氛 也是非常的濃厚啊 還不輸台灣呢對吧 是什麼原因導致現在 你說民族自信嗎 我看這種才是更美民族自信 小粉紅現在在網路上啊 在抖音上看到還有人在慶祝聖誕節 就會痛罵 像是一些香港的民心在那邊 Merry Christmas 哇被小粉紅出征 什麼Merry Christmas 我只知道今天是 常進武戰役的紀念日 對不對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些留言喔 中國沒有聖誕老人 只有千千萬萬的人民子弟 兵的生命換來現在的和平 這跟聖誕節有什麼關係 你們常進武是保護中國人嗎 北韓人民現在跟南韓人民 過上天差地別的生活 你們在幹嘛啊 不 還有千千萬萬把的U型鎖 在網路上砸人 這個就是在諷刺小粉紅嘛 當年那個反日遊行 拿U型鎖人家車對不對 拼命喊喊不過楊潔 這裡是中華人民購合國啊 不是西方 你知道 過別國的文化 跟你是哪個國家的人 不衝突 人家商場搞活動 刺激消費而已 怎麼刺激到你的玻璃心啊 如果你要拿長津湖來說是 那你昨天怎麼不會去 英雄烈士那紀念呢 日本舉旗你又舉吧 堅決反對 什麼聖誕節 完全是西方的產物 願意過西方的惹人 都是忘恩負義的小人 手機電腦都是西方文明 你要嘛不用 要嘛就用算盤 科技等於西方文明 你先搞清楚什麼是文明再說 你不過五一節嗎 不過三八節嗎 不過元旦節嗎 欸 你們現在用的西元2023年 這個西元是什麼 你們要不要去理解一下西元是什麼東西啊 不然你們現在過公園啊 封號報警趕出去 無腦報啊 不報是子孫 聖誕節毀了中國許多無知的年輕人 悲哀 不對是共產黨毀了無知中國的年輕人喔 怎麼搞聖誕活動啊 沒有愛國觀念 這對有什麼衝突啊 你們小粉紅回答的出來嗎 聖誕節是歐美 具體來說是哪一個國家的轉禮 你回答不出來啊 你說是羅馬的 你說是挪威的嗎 因為聖誕老人是挪威的啊 你說不出來嗎 OK 如果假設 你說出一個具體國家 譬如挪威好了 你說這個聖誕節 是挪威的專利 喔 所以 歐美在過聖誕節的都被挪威給統治了 他們都是挪威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誰要是敢過聖誕 我就打的 你媽都不認識你 節日 可以不分國度 但絕不能超越歷史的底線 沒有73年前長津湖的勝利 沒有人民志願解放軍在 零下40度惡劣的天氣下堅持的話 哪有現在的和平啊 平安夜啊 聖誕節只是美國人自己的節日 而不是中國的 底線都沒有了 活著還有意義嗎 還過節 過個蛋啊 喔 原來聖誕節是美國發明的 喔 於是啊 小粉紅又上演了一個爆打聖誕老人的畫面 讓大家來看一下 你們到底在幹嘛啦 拜託你們先醒好嗎 微博上的大V就說平安夜吃餃子 然後他下面發了一個平安夜包美軍的餃子 1950年12月24日 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祝所有小夥伴平安夜聖誕節快樂 珍信了聖誕節快樂 你看下面都是在翻車的留言對吧 祝12歲呂將軍萬壽無疆 春節存全球節日啦 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聖誕平安夜 公司休假兩天 開心開心 能讓人民快樂的過節日就是好節日 一看這個影片就知道 哇聖誕節來了 你不這樣說我還忘了 謝謝提醒我晚上必須得玩得開心啦 商戶們急死了 除夕也能上班賺錢聖誕快 所以啊 小粉我建議你們啊 先去反應一下 為什麼中國在明年要取消除夕的放假 這算不算反華 算不算不外國 好像對於你們來說也沒差 反正你們很多這個廠 應該從12月開始已經放了 無限期的除夕給你放 難怪看不到你們在挨 今天影片到這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下次見了 掰